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时载越人口 所谓常住人口是指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 是这个地区人口规模和承受能力的体现 而实时人口则包含了短期旅行 出差 探亲的人口 标志着一座城市的经济活跃度 这个数字说明就是广东省在这两个方面 都是中国人口的第一大省了 广东省在2007年第一次超过了河南之后 已经连续17年蝉联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之位 与国际上相比的话 广东省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也超过了韩国 人口总量超越了日本 在全球排名当中应该可以放在第11位 另外根据百度迁徙地图显示 今年春运返程高峰当中 以2月17号为例 人口流向广东省的最多的五个省分 分别是广西 湖南 江西 湖北和河南 好 这就是大致的一些情况 这个数据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人口方面的数据 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多因素的一个反应 首先至少在广东省应该它的吸引力比较大 那么多的人就是到广东去 不管是长期聚在那里 还是出差旅游 还是做生意等等 说明它的机会 它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好的 应该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广东省也是在全国范围之内 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省 各方面都比较开放 管理也不错 我还是比较喜欢广东省的 在大湾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上的引擎 将来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闻之一 第一是在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在巴黎会见了 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 强调愿意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 在结束了对德国西班牙的访问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二十日开启对法国的访问行程 首先抵达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公 同法方举行双边会见 就双边关系以及彼此共同关切的国际议题交换看法 王毅表示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具有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双方应以此为契机 共同规划中法关系的下一个六十年 王毅表示 中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 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水平开放 将继续向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放市场 希望法方也为中国在法企业 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提供积极正面和稳定长久的预期 马克龙表示 期待同中方共同筹备好 今年的高层往来 希望双方以法中战略对话为契机 落实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建设持久紧密的法中关系 法方一贯秉行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立场明确清晰 面对全球挑战 法国坚持战略自主 运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 共同维护和平稳定 王毅表示 当前国际局势乱象频声 中法应加强战略协调 深化战略合作 为促进全球和平稳定做出中法贡献 中方希望法方继续为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方卫视 李萌威 江新 法国巴黎报道 王毅外长20号还在巴黎 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 共同主持了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说 面对当前国际乱局和地缘冲突 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应对挑战 避免大国对立 防止阵营对抗 改善全球治理 法方主张欧洲战略自主 展现担当作为 支持欧中坚持伙伴关系定位 强化有效合作 王毅说中法双方要携手努力 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指引 坚守初心 守正创新 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打造得更加稳固和富有活力 为中欧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王毅表示 世界动荡甚至分裂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中方视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级 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 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愿同法方加强战略沟通 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 农石产品 清洁能源 核能研发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森林套会等合作 延续中法文旅年积极势头 办好贯穿全年的数百场人文交流活动 增加直航航班频次 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 双方还就事关和平安全的广泛议题 进行了深入沟通 一致认为多极化对和平稳定不可或缺 将继续加强战略协作 方卫视里面位江新 法国巴黎报导 每年的这个时候 就最近这几年吧 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王毅外长都要去欧洲访问 包括其中一个重要的日程 就是到法国 跟法国的这个总统外事顾问伯纳 举行双方之间的战略对话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他是先去法国 然后到德国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 那么今年呢 就是时间有点点改变 就是他先出席了慕尼黑安全会议 然后再到西班牙去访问 然后在西班牙访问了两天之后呢 昨天到巴黎访问 反正是呢就是说每次都不会 这个绕过法国 肯定到法国访问 这说明什么 就说明就在中法之间呢 就是能够这个谈话的内容非常多 而且呢双方也都有意愿 就一些重大的问题 进行讨论 这个重大的问题 包括就是中法之间的双边问题 还有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还有世界范围之内的大事情 包括俄乌战事 这个加沙地带的问题等等 这一系列的一些这个对话呢 实际上层次是相当高的 那这说明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在中法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共同之处 可以谈得起来 那这就是法国在欧洲啊 它的地位在中国的心目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是在这次访问法国之前 王毅还去西班牙访问 也是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包括会见了西班牙的国王 他的首相 当然还有外长 那么就是可能大家感觉 就是比较好奇 就是新闻里面没有 为什么没提到 就是王毅作为外长的身份 去法国访问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在法国会见 法国的外交部长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慕尼黑出席会议之间 他们两个人已经会晤过了 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忘掉的 不可能忽视的 那么现在对欧盟来讲的话 中国可能遇到的问题 是比较明显 欧盟呢 其实跟中国之间 原本的关系非常好了 但是欧盟扩大之后啊 这个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很乱的 比较杂乱无章 整个的政策也是没有一致性 然后对中国态度呢 目前变得好像也就是分歧很大 但是呢 就是在双边层面 中国还能够找到很大的攻坚 这就是跟欧盟的主要的国家之间的 合作的关系 包括跟法国 跟德国 跟西班牙 当然就传统的欧盟成员国 还有荷兰 比利时 等等这些国家 其实双方之间的这个合作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中国和欧盟这个多边外交 多边合作的一些空缺 所以呢就是加强跟欧盟主要国家发展关系 对中国来讲 未来的外交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 俄罗斯国防部21号消息说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 近日到去乌克兰作战的前线 去这个会见了俄罗斯四级的军队 那么讨论了攻占阿夫杰耶夫之后啊 这个阿夫杰耶夫卡之后的行动计划 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呢 现在即将要进入第三年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说 俄方仍然对和平呢 解决乌克兰问题是开放态度的 但是呢西方国家一直无视 乌克兰政府拒绝谈判的这个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公布视频显示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视察在乌克兰作战的部队 并向参与攻占阿夫杰耶夫卡的士兵 颁发奖章 格拉西莫夫总结了任务的中期成果 并听取关于在阿夫杰耶夫卡方向的 进一步行动报告 俄罗斯防长绍伊古日前曾表示 攻占阿夫杰耶夫卡后 俄军会继续向西面进攻 战况方面 乌克兰空军21号表示 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 19架攻击无人机和6枚导弹 防空系统在靠近前线的地区 摧毁了13架无人机和一枚KH-59空对地导弹 强调未被击落的无人机 并没有袭击中预定目标 不过当局未有说明其余5枚导弹的去向 乌方表示20号俄军一枚导弹 击中南部克拉玛托尔斯克一个绿水厂 现场火势猛烈 袭击也波及附近住宅区 有居民头部及双手有血迹 另外有居民就满身灰尘 据报袭击在当天晚上8点发生 至少6人受伤 即将在巴西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 但乌克兰籍西方国家执着于推动俄罗斯不可接受的 泽连斯基提案 认为基辅方面应取消与俄对话禁令 西方也不应对基辅一直拒绝谈判的情况视而不见 此外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俄方未见美方有意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迹象 他认为数以百亿计的原物资金 刺激着美国当地军工业的发展 同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所以俄乌战士对美方来说 其实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宣布 说欧盟成员国代表 针对俄罗斯的第13轮制裁方案 原则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而美国方面 白宫20号也宣布 说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重大的制裁 以便让俄罗斯政府为反对派领袖 纳瓦利内之死付出代价 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确定 纳瓦利内的死因 但是还是认为说 最终的责任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身上 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 他将在23号宣布 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 白宫当天并未透露新制裁的具体细节 但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政府 要为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之死负责 拜登曾在2021年6月表示 如果纳瓦利内在狱中死亡 俄罗斯将面临灾难性后果 拜登政府20号再次表示 虽然伤不清楚纳瓦利内的死因 但敦促俄罗斯政府保持调查的透明度 美国南卡罗兰纳州共和党参议员 格雷厄姆呼吁 把俄罗斯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虽然白宫并未证实 但称此次事件应该敦促美国国会 通过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计划 为乌克兰提供应对俄军所需的援助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义 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号 接受美国佛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再次谈到了日前在狱中身亡的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 称纳瓦利内十分勇敢 特朗普同时还暗示说 自己也在经历着 和纳瓦利内相似的可怕的遭遇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 纳瓦利内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 纳瓦利内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 特朗普接着话锋一转 开始大谈自己所面临的官司 称类似的可怕事情也正在美国发生 特朗普日前曾在 其国人社交账号上发文 称纳瓦利内的突然死亡 让他越发明白 这种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那就是左派政客和司法官员 正在把国家引上毁灭之路 针对特朗普的上述言论 美国总统拜登20号回应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 应当对纳瓦利内的死亡负责 但特朗普却不愿指出这一点 反而是不断责备美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关于纳瓦利内这个事情 我再说一下 因为在三年之前 拜登在日冷瓦会见普京的时候 曾经就说到 说如果纳瓦利内在监狱里死亡的话 那美国就要让俄罗斯付出 惨重的代价 但是呢 这个16号的时候 纳瓦利内不就去世了吗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宣布制裁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措施 但是今天的消息出来 说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在美国时间 本周五宣布 对俄罗斯实施重大的制裁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重大的制裁 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估计可能就是跟 俄罗斯的军工业有关系 或者是要进一步打击 俄罗斯的一些企业 经济等等 大概无非就是这样 可是呢 就是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 就是美国能够制裁的 俄罗斯的东西全部制裁了 那现在也所剩不多了 如果要说把俄罗斯打翻在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这个制裁措施 是不是让俄罗斯承受不起 没办法承担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估计可能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 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 要恢复起来是不可能了 反正在拜登这个台上 在所剩的任期之内 不可能有一点点恢复 或者改善或者是缓和 都不可能 所以俄罗斯当然也是 给自己留足够的时间吧 因为明年 美国总统可能是新的了 可能是特朗普 但可能期待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有可能是在双方之间的关系 可能慢慢有所缓和 甚至有所改善 甚至在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 有可能拜登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和主意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是觉得只要特朗普上台的话 那可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 肯定会发生变化 你看就是在纳瓦利内去世之后 特朗普的表态就知道了 特朗普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不愿意表态的 因为他也不愿意谴责普京 拒绝谴责普京 好了 这一次呢 终于说了几句话 跟俄罗斯 纳瓦利内有关系的 但是还是没有指责普京 反而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个政治打压 也就是说 特朗普自己也是想搞政治嘛 也要选总统嘛 那么现在遭到的 这个拜登的这种迫害 就是跟普京做法是一样的 他用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可以说明的就是 就是他回避了对普京的批评 同时呢也给自己呢 也找到了一些被打压的 这种这个情况吧 好 下面请看一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总编辑视频 我是杜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外长王毅因为日程原因 难以出席本届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 所以委派了副部长马昭旭代表中方出席 而马昭旭2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会见了巴西外长维埃拉 马昭旭表示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 中方愿以此为契机 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方支持巴方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过工作 共同推动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 维埃拉表示 巴方愿与中方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各领域合作 期待同中方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 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 同一天 马昭旭还同巴西副外长 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利利奥 就有二十国集团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方黄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外长维埃拉20号表示说 在巴西总统鲁拉发表了 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评论之后 以色列方面的表态是不可接受的 是以色列外交史上耻辱的一页 维埃拉说 以色列外交部系统性的扭曲事实 是冒犯性的非常严重 并指以方使用粗俗和不负责任的语言 是以色列外交史上可耻的一页 同时强调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态度和行为 不能反映以色列人民的感受 他于十九号召见以色列驻巴大使 并召回本国驻以大使 十八号巴西总统鲁拉指责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实施大屠杀 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指责鲁拉言论越过红线 以外长卡茨 十九号召见巴西驻以大使 宣称鲁拉被以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除非鲁拉收回言论并道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和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激烈的外交的对抗 就是涉及的人物 是两国的最高的领导人 卢拉就这次对加沙地带 这个战事所发表的评论 确实比较严厉 当然这也是表明了巴西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它自己本身那个判断 也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 很多南方国家 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 基本的立场和态度 那么当然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没有办法接受了 因为卢拉呢 把加沙战争比作是 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所以双方做出的措施 也是比较 可以说比较严重的 除了召见对方大使之外 而且呢 这个巴西把自己的大使 给召回巴西了 当然双方的外交关系 应该不会 不至于在这个时候 就这么断了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反映了就是 卢拉政府啊 对内坛 尼亚胡政府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行动 表示强烈的不满 那巴西的外长 也做出了更加强烈的指责 这个是一个 在目前的这个国际外交当中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了 它的代表性也比较广泛 刚才我讲到了 就代表了一些南方国家 对以色列针对加沙的 军事行动的一种立场和态度 在此之前 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其实跟以色列 也闹了很大的矛盾 当然以色列 每次都要做出强烈的反击 这个尤其特殊的就是南非 南非把以色列 告上了这个联合国国际法庭 国际法院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更不能忍受 但是问题就是说 南非也是南方国家 发展中国家代表 它也代表了 很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那么在昨天的 这个联合国的安领会会议上 实际上也表明了这一点 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其实现在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 其他的国家 不只是发展中国家 西方国家 其实也对这个问题 表示强烈的不满 那么巴西呢 从印度手上接过了 今年二十国集团的 主席国的这个职位 马上就要举行 第一次外长会议 讨论的话题 肯定包括 这个加沙地带的问题 那也这也说明了 就是在这次会谈当中 这个巴西总统 卢拉的这种立场和言论 应该会为这个会议的本身 做了一个基调 下面的新闻就是 危机解密创办人 阿桑奇引渡案 21号举行了最后一天的听证会 根据媒体报道说 英国高等法院的两名法官 可能会在当天 庭审结束之后 宣布裁决 但是也有可能 在几个星期之后才宣布 几十名阿桑奇的支持者 在伦敦高等法院外面 冒雨声援 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 进入法院之前 向媒体发表了讲话 说这起案件 是有政治动机的 这场闹剧应该结束了 阿桑奇是政治犯 现在已经入狱五年了 必须获得释放 如果把阿桑奇引渡到美国 那就等同于犯罪 是把阿桑奇送到策划 暗杀他的国家的首众 斯特拉还透露说 阿桑奇的身体不好 没有办法出庭 他感谢媒体的关心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 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样一个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